本集冲线背后继续有 美佬新进练马师 Frankie 罗库传 我们聊天 Frankie 首先恭喜你 终于等到成为新贵的新练马师 我记得之前你也说过 有没有希望四十多岁的时候 已经做到 但现在数回可能迟了十年 当中这个时间 你自己会有些很喜乐 一年又是我不行 下年又是不行 会不会有很大上大落的感觉 也没有 因为你总是想着 如果是给不到牌子 一定是有点问题 或者你自己回去检查一下 现在到十年后 变成了装备好自己 现在这次真正可以拿到牌子 还是开心的 迟了一点 但也没问题 我知道其实考年马师 也考了三次 中间第三次才行 头两次都不行 你会和其他 比如现在得了的电话师 比较 为什么不是我呢 我想可能是 或者我自己本身 是一个静一点的人 变成了 每一方都担心我找不到马主支持 是 应该是这样的想法 现在我已经诡辩了很多 到处去找马主支持 因为你开创 你一定要有马主支持 你一定要做这样的工作 其实香港的环境很特别 对马主的构筒 因为马房少 马主又不是太多不同的角度 你可能有几百个马主 这方面也要自己不停地学习 对对对 因为你无论 跟马主的沟通 都是一个重要环节 而且你自己也要有很多马 比如马主的马 你要跟他降低 或者他要马进途 怎样交回所有的消息 给他听 那收到自己当选 就是做了联马主的成功 谁是第一个东西 不是寿生董事 那个叫Steve Felton 他叫做发表委员会的秘书 他说你行吧 这样就变成了 那时候我也很开心 不过又在做东西 变成了就不能做得太多 但是脑子当时没有说空白了 真的到我了这次 也没有 因为自己已经在做 变成了没有想到那么多 变成了要做完那个工作 你才再想其他东西 那当晚有没有说 立即跟哪位庆祝 没有 都是我跟太太吃饭的 吃饭 可能还未平一平伏 然后吃完饭 以后再收到不同的朋友 传媒的祝福 是 Fangie, 牌子到手 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日早班 我之前听过你对骑马人 也挺接近 因为骑马人是一个马房的灵魂 马来到时候跑路 我也很关心 找骑马的情况 现在进展成什么 进展可以的 我也理想的 我多时都会说骑马人是重要的 因为新马来到香港 你的骑马人是 如果你手势好的话 那些马就会进度很好 那些马通常都是欺人的 基本上 你骑得不好 它就欺回你 你怎样都是 你个人是驾驭得到它 它就不会欺你 马是欺人的 好的 我也知道你自己现在有操马 将来你开创的时候 也会自己放马 那你骑马 我也听过一个坊间 叫做神操教马高手 你有什么独门秘方去透露一下 为何我跟蔡先生的马很厉害 那倒不是 没有说什么 其实骑马是够胆的 因为我们做年轻 我们在一个人时做骑立骑师的时候 那个跟着那个年马师 我想也很多人认识 成帝池先生 他就什么马都给我们上骑的 新马、坏马 我们只要骑上去 那么你骑了一次、两次 到你骑到为止 那你变成了可以驾驭到那些马 你变成了自己的胆子大了 你就可以驾驭任何马都可以 那如果找到骑马 你会找到骑马 你会找到骑马 我知道马防、冰原是很重要的 有没有说大概 至于那些新贵 有多少匹马可以加盟 我想暂时现在来说 应该有三十至四十尺 新架马加盟 是 Vicky 你自己有没有说 钟情哪些马 比如我拍马会 一定是买那些马 如果再来说 我也会喜欢买南半球马 对于澳柳马 因为比较容易适应香港 如果英爱马 可能要尝尝一点时间 如果马主有时间等得到 就可以了, 没问题 但是之前刚才说过 你去过日本考察的训练中心 挺好的 最近这几年 也有日本马进口来香港 你会否去日本买几只 暂时还没想到 就是先看看 看一看 始终澳柳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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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 他会投你信任一票 对不对 可以吸纳多一些外面马主 对你的信心 或者再交一些马给你训练 Fanke, 本身你是骑士出身的 对于新贵了 你用人的要求 会不会有什么对骑士特别 会不会全部支持华将 还是像你老头那样 用莫雷拉、潘顿的大师傅 我想要视乎马 莫雷拉, 我想每个马房都想用 对, 不过用不用得到就很难买 对, 很难买 因为他自己也会有一堆马 他自己会打算跑什么马 那么潘顿、罗里亚 或者田泰安 都是应该理想的人算 那些华将呢 譬如你对一些兼职生 现在有很多10磅的兼职生 会不会和几个马房都尽量尽用 或者将来有没有机会收回徒弟 如果现在华将来来说 10磅真的很好用 因为有时候都是难买的 10磅我尽量有机会支持本地华将 因为有几个都真的站得不错 像梁家俊、杨永远、何宅耀那些 真的站得不错 我自己也是骑士出身 我希望尽量可以安排 或者给予多些机会 我知道香港马圈虽然马房不多 其实每一位练马师都有自己的名牌 可以说像大摩 入场也会穿一件猎妆 苗里得把马扎边扎得很漂亮 Franchi, 你自己 有没有设定一个未来新贵的马房制服是什么颜色 或者你入场会否继续带两副超级呢 我自己的马房制服 我设定是红白蓝 这个是三个颜色 你知道香港的特色是红白蓝的胶袋 希望可以代表香港 好, 这个很容易记红白蓝 所以我只想红白蓝就想起罗沟 好,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 其实马方面, 会不会说… 因为我看到很多马房的马都拆得很漂亮 比如沈入城, 屁股也有印刀 那你会在那些花瓦 或者以前简sir的 或者徐姨石的马房 都会剪掉棕毛 有没有想过会不会做这些事 那这些事我又没有特别想 就是不会在这里打扮太多这些 最主要是训练好马 健康, 去出赛, 帮马主赢 那已经是开心的 好的 那新进练马丝 近年其实我们香港马坛 有很多马匹来相继退役 就像之前河暴暴有这些体验 你现在, 譬如你想到 现在香港, 有没有哪几匹马 将来这几只要留意一下 有机会接棒上到位的 因为我现在正在跟蔡汉先生 我觉得他近年香港的短途 就不是太多出色的短途马 我觉得那只红衣省神 有机会可以在这个短途 会有一番工业 就是红衣省神后, 今季变得很相当之好 可能下季也会再有机会 甚至有机会冲出香港 代表香港新岗 因为从事马圈通常很善用 暑假的空档出去松松 今年Fanky会不会来 今年就应该未必了 因为7月16号跑完 那我7月17号开始摘马了 所以我也要开始打你自己的盖母 那段时间还是忙一点 那你的新马房会在奥运马房 还是沙田马房 应该是奥运马房 奥运马房 即是跟麦飞文 新科里士那些 正正位那些 都在一起 那你其实有没有定下 比如开始收马 都要计算一下, 盘算一下 下季, 实际生的季 会不会有多少赢在手上 我希望如果真的有四十多只马 或者以上 我希望可以有二三十场投马 那你去到这个时候 其实你也终极目标 达成了, 成为列马师 会不会有些寄予给后辈 或者将来有希望 想做到这个位置的人 其实马圈每一样东西 都要一步一步 不是说一步单天 一声就能做到 那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 因为我也是觉得 我觉得马圈来说 经验是很重要的 是慢慢累积累积累积 那你又有很好的经验 你得到你那个想要的位置 你就再去发挥你自己的潜能 因为做了列马师 又有不同的境界 那变成了, 做列马师 不是一定是说 就这样可以放手 不去进步 很多东西是每年都有进步 那你都要继续去想 去尝试不同的东西 会对你自己本身的列马 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每一集 都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嘉宾 就是你最想 如果让你选择 最想多谢马圈一位的朋友 你会选哪位 我选择自己现在现任的老板 蔡洋先生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板 我想在马圈来说 没有一个不会这么说的方法 因为他真的可以说是亦施亦有 他又不会对你有什么发脾气 就算你做错了什么 他也不会怎么骂你 他也会讲解给你 如何错 或者叫你以后不要犯这种错话 所以这种真是不可得得的老板 所以成功也是有原因的 是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再一次感谢Frankie 来和我一起聊天 祝你 马圈、新马圈、一帆风讯 大箭和头 谢谢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次录音昌浪时间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